中国解放军震撼实弹射击 PHL-191型远程火箭炮 是共军当前最先进的远程打击火力 火箭炮使用300毫米火箭弹时 射程超过150公里 如果换装更大口径的火箭弹 射程可以轻松达到300到400公里 大陆到台湾最近距离约130公里 可以轻松地从大陆发射击中台湾目标 中国网站强调PHL-191有多厉害 对台威贺意味不言而喻 但再强的武器全在我国掌控之中 国防部更首度公布 从13号凌晨4点 我国陆续征获中共火箭军部队 在蒙古进行多颇试射行动 国军运用联合勤点针手段严密掌握 持续监控相关动态 我防空部队保持高度警觉 加强戒备事切应徒 尽管远在蒙古试射 我国依旧下令 防空部队加强戒备 要做好防空准备 全仰赖在新竹乐山雷达站 像乐山雷达站 它的征收范围最远可以到五千公里 它的射程远就代表 它的射高也会比较高 当它爬升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我们的乐山雷达站 就可以发现它的轨迹 新竹的乐山雷达站 可侦测飞弹高度及落点 是否汉光演习前夕 国军加强战备 同时紧盯共军动态 三零新闻郭孙区道运台报导 两千公里 这次回应 山雷达站